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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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是亚洲舞王耶 活力非常的十足 对 我在旁边都很想要叫救護車 但他还是都是很好的感觉 所以你一整天这样跳舞 跳了大概有什么 二十几个小时了吗 对 二十四个小时 就快超过一天 然后就这样一直跳一直跳 跳个不停 对 几乎都在跳舞 我觉得这一支MV 会不会是也是你拍摄 所有音乐录影带里面当中 最辛苦的一支 应该是最累的 真的 难怪平常还是需要这个 多去合体保保护 跟这个阿伯们打声招呼 也是不错 不过其实也很好奇 想说问问看 因为毕竟也合了两年了 那其实第一波主打歌曲 是用这个抒情歌的方式 跟大家呈现 然后其实这一次的专辑 也特别有跟大家要说明说 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一些自信 因为毕竟我们的专辑 明镜就只有做人生要漂亮 对 其实这一次专辑 有什么想要跟哥比朋友们分享 就是希望这张专辑可以带给大家 很多正能量 就是有些人可能跟我以前一样 很没有自信啊 很担心外界怎么看你 但我觉得试着让自己 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然后去了解自己 然后把外界的声音关掉 你的心态就会变了 就变得很有自信 当你很有自信的时候 你面对很多低潮 或者是挫折 或者是外界的评论 你都可以 不会被影响到 然后人生就会往前走 然后变得很漂亮 嗯 我有听说安心雅是因为 这个康永哥的书 对 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 嗯 这个长得漂亮是优势啊 对 但是如果是活得漂亮的话 就是要靠本事了 对对对 所以是因为这一句话 特别把它这个听下来 然后想说 啊 专辑名称要取名为 人生要漂亮这样的 对 就是希望可以 因为我是看了 康永哥的那句话 然后我想了很多 所以我也希望这张专辑也可以 就是让大家也可以 好好的调整好自己的心情 对 让自己人生变得很漂亮 对 让自己人生变得很漂亮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时候呢 大部分的人在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 有时候会觉得很没有自信啊 对 或者是碰到挫折的时候 就觉得很挫败啊 对 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是要享受它 不能去逃避 然后挫折通常 挫折跟低潮 通常都会让你带来更大的收获 所以你要感谢所有的低潮跟挫折 好正面喔 因为我们要来上我的课 可以开课有没有 对 因为我想说很多时候就是 在低潮的时候就是有时候 也会走不出去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想说怎么可以有这么正面的能量 跟这个一直保持这样乐观的态度 就是真的只要转个面 一切都会不一样 就看你怎么面对低潮 而且我觉得就是当你的心态 变得很漂亮的时候 别人怎么看你都会觉得 散发出来的样子是很漂亮的 但漂亮也不是只是说外在的漂亮 可能是你人生过得很精彩 你愿意去尝试很多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都会变得很漂亮